海军某间轰击部队日前飞赴某海域演练夜间多种武器攻击 23点整十多架战机分别装载各式武器梯次升空 30分钟后空中突击机群编队尚未抵达任务海区 突然遭遇敌强电磁干扰无限通话被迫中断 十多架战机不断改变队形快速下降高度以躲避干扰 同时由三架战机组成的雷达干扰编队开启干扰机 分别从不同方位对敌雷达实施干扰 这时其他战机在敌港口航道布下数十枚雷弹 将敌舰艇编队压制在港口内 突击编队分波次对敌港口设施和舰艇编队实施导弹攻击和低空轰炸 凌晨三十三十分随着最后一架战机返航 长达四个半小时的夜间突防训练结束 这次训练中担负干扰对抗低空突击等任务的战机编组 全部按照战术指标完成夜间多种武器模拟攻击任务 锤炼了部队全天候作战能力 好 好